大家好,我是多伦多方脸 最近伴随着张一鸣正式退出抖音 强国交通上线 阿里巴巴成立党支部 我们似乎都能看到中国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就是再次走向计划经济 然而那刘鹤呢 在达沃斯世界论台上又公开表示 中国不会搞计划经济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中国会重回计划经济吗 会走向朝鲜化吗 刘鹤说这个话到底又是什么意义呢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问题 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独裁政权它运转由哪几种模式 首先最广泛的分类就是威权和极权 而如果你进行细分呢 又分为威权主义、极权主义、君主制、寡头政治、苏丹治等等等等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其中的两类 威权和极权 首先威权政府就是中国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一种社会歌曲 虎温时期中国的主要政治形态 他只强调政治上的绝对服从 但是对经济上的干预并不多 一个国家呢也没有通用的意识形态 而极权呢则就不同 极权比较明显的时代呢就是毛时代 那时候呢日子虽然过得不好 但是大家有统一的意识形态 都相信共产主义 国家的干预呢也不仅仅存在意识形态上 它管理着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你要看的电影啊 恋爱啊 甚至购买粮票啊 今天吃什么 明天吃什么 讲什么话 骑什么类型的自行车都要受到政府的管控 我们先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上就是典型的极权主义领导人 分别是斯大林 希特勒 毛泽东 莫索里尼和金日成 其实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时期呢还算好些 斯大林 毛泽东 金日成时期呢 则是彻彻底底的极权主义 管理你生活中的一切 全体人民都生活在高压管控之下 其实现在呢 能保持极权主义的国家并不多了 目前能被称为极权主义国家的呢 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但是这些国家呢 都和中国是好朋友 你比如说朝鲜 阿富汗 如果你看这张图 就能更好地对比威权和极权的差距 如果你把毛泽东和胡锦涛分别带入 就恰恰能对比出来 首先第一点 领袖魅力上 毛泽东呢 他在位的时候 他有很高的民间声望 而胡锦涛呢 虽然最近声望好起来了 但是他显然在任的时候呢 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声望 民间对他的意见也很大 此外我们再看第四条 政治腐败的问题 我相信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 或多数少都跟你说过一些言论 比如说他很怀念毛泽东时代 那时候呢 观察如何如何的清廉 其实这不仅仅是当年物质匮乏导致的 这也是极权政体下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腐败问题 它会比威权要好很多 而在官方意识形态上也是 毛泽东时代呢 大家向往共产主义 认可共产主义 而你现在如果和大家说什么共产主义 那就是效法 其实呢 与其说 邓小平他进行了改革开放 是一场经济改革 你不如说他其实是一场政治改革 把中国从极权社会 推进到了威权社会 本来按照常理来说呢 中国应该是从极权过渡到威权 再从威权过渡到民主政体 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但中国的运气非常不好 现在上了个习近平 显然习近平他并不认可民主制度 就如这个新闻所述呢 习近平曾亲口跟拜登说过 民主政体正在消亡 专制政权将统治世界 当然习近平也给出了他的理由 他认为呢 当今世界变化非常之快 民主制度将完全无法适应 民主制度下 人民想要达成共识 需要时间 而专制制度不需要 所以说呢 民主制度是一定竞争不过专制制度的 当然我们不评价 他这个观点到底正确与否 但是我们能看出习近平的一个想法 那么所谓的朝鲜化 其实可以理解为 中国是否能够倒退回极权主义 习近平他并不认可民主 不知道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还是因为从小文革时受到的教育影响 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 不论是习近平和拜登的对话 还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种种操作 都能看出来习近平 他和民主两个字并不沾边 他肯定不渴望民主 那么习近平他能成功吗 他能把中国带回极权主义吗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刘鹤上面说的话 我并不认为是纯属放屁 我认为呢 现在大家即使不认可民主制度 但是没有多少高级官员 会认可计划经济的体制 在民间更是没有多少人 想回到那种依靠粮票分配过日子的时候 但是呢 你在另一方面能看到 中国又在不自觉地往这方面靠 为什么主观思想和客观事实 会形成如此大的差距呢 其实与其说是习近平主动寻求极权化 不如说是威权政体 在不进行民主改革 遇到发展瓶颈之后呢 会被逼迫走上极权的道路 也就是说 其实中共高层和习近平 他并不一定是主动想进入计划经济 或者说进入一种朝鲜化的状态 或者说极权化的状态 他往往是客观的 是被动的 是被逼无奈走向这个制度的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被逼无奈 走向极权道路 或者说向极权制度靠拢呢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 就是习近平他自身的属性是什么属性 那很显然习近平是个独裁者 而根据政治学研究呢 认为独裁模式的运作逻辑 和民主制度是有根本区别的 独裁政体的运转 依靠的是命令和禁令 而民主政府依靠的是自觉 你比如说在独裁体制下呢 它其实是依靠警察无孔不入的监视 以保证民众顺从的 以保证法律能够实施的 而在民主国家呢 依靠的则是法治和自觉 这边举个例子 如果你拿中国和加拿大开车对比一下 就能发现很明显的差距 比如你在中国 想要实现礼让行人这件事情 你依靠的不能是法律 而是惩罚 你在一个地方 如果你想推行礼让行人这条规则 那你就必须在每个人行道上 加装监控探头 然后拍个一次两次 不礼让行人这件事情会扣分 传遍了整个社交媒体 整个当地的一个社交网络 大家就会开始自觉的遵守这条规则 大家因为都害怕嘛 害怕自己被扣分被罚款 就会默认在这个城市里面礼让行人 但是你在加拿大就完全不同 你在加拿大开车几年 你可能都不会遇到一次交警查你的超速 或者查你闯红的 完全是靠一个自觉的形式 造成这两个不同的逻辑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民主政体 它的权威是来自于人民 来自于人民共同制定的法律 是一种自下而上式的权威 而独裁政体的法律 并没有民众参与制定 所以说它民众没有什么认同感 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威 这会让人民天生没有遵守的意愿 当然了 这也不是说欧美并没有犯罪 只是这个东西之间的区别 就像你认可学习这件事情 和老师逼迫你学习一样道理 你在一个法律经过认可的社会 你遵守法律的动力 肯定是要比你在一个被迫 需要遵守法律的社会 动力要强很多 其实李克强曾经说过 法无禁止皆可畏 理论上 其实李克强的想法是没错的 或许他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他真心是希望中国达成这样的一个目的 以及很多中共高层可能也希望 按照这个规则 就是法无禁止皆可畏去执行 但是因为中国的法缺乏民众的支持 真到执行层面上 实际情况就变为 法不处罚即可畏 逮不到我的法律 就是不存在的法律 可以逮到我的东西 它不是法律 我也要遵守 你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是翻墙 翻墙探计中国法律它是违法的 但中国讲究法不责重 所以大家也不会真的 把它当作一条法律来说 只是对一些微偏开发商 它可能违法 而批评共产党理论上是合法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批评共产党在中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说大家也并不会去做 中国实际的法律界限是非常模糊的 真实的中国法律 就是做这件事情 它会不会受到处罚 如果从明天开始 翻墙的人全部需要去吃半个月牢饭 并且基本上没有落网之余 这样一条法律 才能在中国真真实实的生效 归根到底一句话 就是在中国 你想要让人服从 那就只能给予一定的恐惧 让你惧怕做这件事情 所带来的后果 就像逼一个不爱学习的人做卷子 那就往往只能靠打一样 很多人会说 中国人缺乏法治 胜过缺乏民主 但是缺乏法治的根本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法 在中国它的权力来源有问题 它就不能让大家自觉遵守 不可能构建一个法治社会 这样就会造成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管理成本 会远高于其他一般的民主国家 因为在中国 你是否遵从一条法律 完全是靠 你是否能感知到严重的后果 如果批评共产党 没有人抓你 很快批评共产党 就会开始变得合法 所以习近平 其实权力根源 根本也不是什么宪法 也不是什么共产主义 而是这一套独裁者运行的逻辑 也就是自上而下的指令 能不能执行到基层 或于说 他能不能把恐惧传播到基层 但是这套运转逻辑 会带来两个明显的问题 首先习近平 他自己就会陷入信息减放 在这套逻辑下 不给你反对习近平 不给你批评共产党 肯定是必然存在的 习近平一定会让全社会都明白 反对他所带来的后果 让大家恐惧反对他 但是习近平他不是傻子 历代独裁者都不是傻子 你像萨拉姆他也不是傻子 你都知道齐奥塞斯库的故事 他们自然也知道 所以他们另一方面 又要迫切了解底层人民 极其核心政治团体中 到底有多少人在内心反对他 但是他又不可能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反对他 因为这本身就和他的执政模式 产生了冲突 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独裁者 陷入一个被迫害妄想症的状态 比如历史上比较知名的 独裁者斯大林还有萨拉姆 都有这种症状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不可能做什么事情 都依靠恐惧去推动 因为恐惧的镜头 就是起来造反推翻你 所以实际上 独裁者进行统治的时候 一般是萝卜加大棒一起并行 但这个萝卜分为两种 一个是信仰 一个是金钱 但这个信仰 一般只对底层民众有用 你比如毛泽东时期 他能洗脑基层人民 他能河南洗澡刘少奇 显然在民间都不具备 这样的一种信仰 另一个就是靠好处 或者说金钱 你比如说对于民众来说 前几年中国的高速发展 确实为共产党提供了 一定的合法性 而对于高层官僚来说 就像中国的一些白手套 他也从中间获得了很多的好处 而俄罗斯的一些寡同 也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所谓独裁者政权的稳定 是建立在大量 能收买人心的金钱之下的 但是习近平 因为经济下行的原因 他的恐惧将被进一步放大 首先好处 习近平他现在能给的并不多了 相比于胡温时期的经济高度发展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明显已经停滞了 当你给予不了大家好处的时候 我们反而会反馈给独裁者一种不安感 面对这种不安感 其实习近平已经做出了反应 一个就是加强了民间的舆论管控 另一个则是进一步打倒高层其他派系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面唱着 不会重回计划经济 一边又开始把各大企业 收归国有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本质上 当然是希望建立一个 经济高度发展的中国 这样不论是人民还是资本家 还是其他官僚 或者其他中共高层 都能从其中获得好处 而他也能从这种好处中获得忠诚 但是物理现实就是 中国经济发展它停滞了 那这时候 这些企业家和其他官僚 就会给他带来切身实际的不安全感 同时习近平现在的行为 你还可以理解为 掠夺其他派系 收拢自己的队友 掠夺那些和自己关系不亲密的高层 通过掠夺他们的钱财 拿他们的钱财去安抚 其他接近自己 或者是亲近自己的高层 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 持续的停滞 能分配的蛋糕会越来越少 习近平能拉退 奖赏别人的东西也越来越少 这种情况下 反而会进一步加深习近平的不安全感 其实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习近平现在就像一个赌场银的赌客 在一开始的筹码充足 还能淡定自若 但是筹码越少就会下注越大 信心越来越差 越加疯狂 习近平和其六人众迟早会有反水的一天 哪一个六人众率先倒台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一旦有一个六人众倒台 可能预示着中国将彻底进入政治乱世 而且我在这里大胆预言一下 三年内这六个人里面 必有一个人因为贪腐被抓 这种趋势都不是习近平个人魅力高低能决定的 这是人性和现实客观物理因素共同造就的 上面说了不能给高层带来好处的后果 那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习近平他不能给基层带来好处 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的法治即将全面崩坏 上面说了 中国的法律是一种次上而下的法律 想要维护这套体系的运转 依靠的是萝卜加大棒 但是很快 萝卜将消失了 没钱这个问题 将会使得基层公务员 他不愿意去帮习近平传播恐惧 释放恐惧 公务员会开始躺平 甚至有的人会加入粉雷的阵营 当然习近平不是傻子 他遇到这种问题一定会采取手段 这个我们放到下面来说 那么回到原话题 中国他到底会不会实现计划经济和朝鲜化呢 首先中国实习进化经济 到底能不能逞要看中国人自己的觉悟 就是我上面所说呢 所谓加强对于阿里巴巴的控制和强沟交通呢 本质本身他并不是要实行进化经济 是为了满足习近平的不安全感 满足他的被迫害妄想症 但是为什么这些独裁国家 他都喜欢用计划经济呢 因为计划经济本质就是强管控高管控 独裁者可以坐在中央领导一线 这种制度本身就能极大的满足习近平的不安全感 这会使他在政策上有一定的程度 非常倾向于计划经济 即使他心里在排斥这种计划经济的体制 但是呢 本能的恐惧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 都会驱使他朝这条道路上去走 但是现在和古代不同 和当年苏联时代也不同 现在是个全球化的时代 习近平他没有安全感 高层商人 官员 他一样也没有安全感 他们可能通过润 也就是出国解决这一问题 因为害怕这些商人逃跑 习近平一定会在口号上 或者说国策上支持什么商业 支持经济发展 并这些人都是优质的韭菜 少了这些韭菜 自己能发放给别人的好处 收卖人心的好处又变少了 中国一定会在扭曲的过程中 朝着计划经济迈步 但是最后会不会走到那一步 要看中国人能忍耐多久 多久才会推翻习近平 至于朝鲜化 那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朝鲜化是代表着中国进入极权社会 但是呢 极权社会如上文所述 它需要极大的精神信仰 习近平他没有政绩 也没有能力 让中国人重新建立起 对于他的个人崇拜 当然了 这也和中国人现在思想 比以前要开放很多 要先进很多也有关系 其实所谓的朝鲜化社会 就是把通过金钱 获得底层人民忠诚 改变为通过信仰 获得底层人民的忠诚 这样的社会下 就不会出现上面所说的法治问题 你比如说在朝鲜 即使非法同居的法律 不是自己制定的 但是因为非法同居 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或者朝鲜的主体思想 在同样信仰这个思想下呢 他就会很容易的自觉 去遵守这条法律 这让一条法律 即使不是自己制定的 大家也有很强的意愿去遵守 但是中国人 现在没有任何信仰 可以说金钱 权力 即唯一信仰 这很容易让中国滑坡 进入拉美化状态 也就是苏丹化政权 那社会会会出现 什么样的趋势呢 中国学者萧公勤 总结了苏丹治的几个特点 一是上下级之间的晋升 完全依靠群态关系 二是黑社会组织 与当地官员形成群态关系 黑社会组织重新出现 第三是地方司法机构 完全受到地方官员的把持 很多人说 这不又重新回到了胡温时期吗 其实这并不是 这将会比胡温时期 来得更加恶劣 胡温时期 整体经济是往上发展的 只不过有些官员呢 就搭着顺风车 从其中分一杯羹 分得比你多而已 而往后的时代 整体经济它是往下发展的 是官员带头抢你碗里 本身就不多的饭菜 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婉清就是个很好的参考 根据杜凤之日记 写的一本书呢 叫婉清观赏实录 就可以展现出 这个社会的一个详情 首先蜻蜓呢 它不是没有出现过 一段清廉的时光 比如雍正时候 清朝的反腐呢 就做得比较好 雍正提出了养联营 加高强度反腐的组合权 同时加上雍正自身比较清廉 他不喜欢什么民间 给他送礼之类的 清朝政府呢 出现过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大规模贪腐的事件 但是后来 为什么问题就出现了呢 我们来看看杜凤之的故事 首先杜凤之 他的年薪是多少呢 杜凤之的年薪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标准的 送45两 然后外加养联营600两 但是呢 这个在墨西哥营 流入中国之前呢 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收入 但是随着闭关锁国被打破呢 墨西哥营大历次流入中国 结果直接导致营价崩盘 这个购买力就下降了很多 所以说这个收入在当时已经很不乐观了 而且更加悲惨的 还不止这个问题 首先杜凤之记载呢 他根本就没有拿到过杨联营 也就等于年薪就是45两 而且呢 因为中央财政的匮乏 导致基层官员配置都不齐全 你比如说原县一个县 他可能标配7名公务员 但是到杜凤之上任的时候呢 实际县里就差一个官杆司令 这时候他需要自己去雇佣人来干活 而根据杜凤之日记的字数呢 每年雇佣 前股 行民等师爷五位 而其中奉务最高的行民师爷 他的年薪就要到2000两以上 最后杜凤之再加上 闲杂人等的各种杂役啊 他总共最后的费用 杜凤之一年雇佣人 就要花超过一万两 而且除了雇佣师爷的费用呢 回报乡里也是重大的支出 古代有一句话 寒门难出贵子 其实这里的寒门 并不指现在的平民阶级 寒门本意指落魄贵族 实际上你在古代想要考虑公民 除了你的智商要有一定保证 还有一点你的出身也一定要有一点保障 你至少要出身在一个大家族里 你这样才有机会从小去读书 而不是从小就开始更地 那么你读上书考取公民之后 自然也要开始回馈家族 成为家族里的顶梁柱 其实不光是供杜凤之读书 杜凤之刚刚上任的时候 前两年雇佣事业的钱 也都是由家族提供的 可以说呢 实际上家族就是杜凤之拥有血缘关系的 一个天使投资人 那你考取了公民 有了政绩 那自然是要回报家族的 很多人会批评这些行为不道德 其实贪腐有的时候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什么道德问题 如果你的家族给你投入了那么多 你当了官却不回报 那是不是不效呢 而且如果当官的都不回报家族 那谁来供养这些读书考取公民的人呢 那考取公民可能就变成了世家大族的专利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而杜凤之每年寄回去的钱财又有多少呢 是两万两之多 当然了杜凤之你这种底层官员 都需要回报家里 都需要雇佣这些事业 那更高级一层的官员呢 那么他们自然也是需要的 所以杜凤之每年的行贿金额也不少 基本上是在两到三万两一年 然而杜凤之之后也没有升过官 因为根据其记载呢 两至三万两只是保住 他当前官职的一个最低门槛 而不是可以晋升的门槛 也就是杜凤之每年只有四十五两的风 需要维持五万两以上的开支 而且这三项开支呢 缺一不可 杜凤之他并不是一个什么贪官 或者说非常奢侈的官员 其实在中国未来是一个常态 随着中央财政的缩减 现在将有越来越多的公务员 拿不到工资或者待遇下降 当然反腐你也可以看作 中央缩减支出了一种手段 他们一开始呢 可能会开始对上面摆烂 就是我不作为 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懒政 但是中央很快他会发现这个问题 摆烂和贪腐 中央最后发现摆烂的危害会更大 因为习近平他不害怕你贪多少钱 更害怕的是出了白纸革命这样的行为 都没有人去镇压去管控 这样很快反腐 他就会出现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从严厉的反腐变成纵容贪腐 相比贪腐呢 他更加害怕的是官员对自己的不忠诚 或者说自己的恐惧 没有办法传播下去 那么这些官员要如何捞钱呢 我们再把视角拉回清朝 看看清朝的杜凤智是怎么捞钱的 杜凤智的捞钱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个就是额外收税 第二个是讹诈打官司的人 第三个是给予乡绅一定的特权 比如纵容他们强强民女 然后乡绅会回馈给他们一定的好处 第四个是每年科举赚钱 其实如果换算到现在呢 中国的政治体制呢 或者是政治的复杂程度呢 也已经比清朝要复杂很多了 现在一个县委书记呢 可能要带上几十个或者上百个事业 也就是几百个上百个公务员 而财政不富裕之后呢 底层公务员的工资可能会出现问题 县委书记即使不想中保私脑 想做个清管 但是为了保持基层秩序的运转 他就要开始自己搞钱 变成花样多收钱 你比如说之前某地传出的乱收违章费用 等等等等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国啊 你要想晋升 除了靠群态关系呢 那还要靠你的政绩 比如说什么GDP增速 引入多少企业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呢 他会出一些税收扶持政策 但是未来呢 这个情况可能会出现逆转 此外呢 你看现在各个城市的一个抢人大战吧 其实已经有这个端倪了 你表面上看他是在抢人才 或者怎么样 但其实他抢的是去购买房地产的这些人 因为房地产关乎到当地的土地财政 这种趋势在未来会越来越明显 然而 当习近平没有好处去 驱使这些高层官员的时候呢 他就会把更多的权力下放 给这些亲近自己的高层官员 这样群态关系 可能会成为中国未来升官的唯一途径 当群态关系成为中国晋升的唯一标准的时候 这时候你能给上层贿赂多少钱 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这比GDP什么都重要的多 这时候呢 地方政府就会开始收更多的科捐杂税 一是为了维护官僚体系的运转 二是为了有更多的钱去贿赂上层官员 第二就是打官司讹人和给予乡称一定的特权 其实这就很符合上面苏丹治社会的一个特点 地方司法呢 开始受到官员的把持 官员通过把持司法 包庇有钱人来获得好处 有钱人的权力将进一步扩大 以后可能什么你有钱了 杀人不犯法会变成常态 当然还有上面说的第三点 也就是黑社会再次兴起 这些乡称拿到特权 他也不是傻逼 就是为了花这么多钱去嫖几个美女 抢抢几个民女 因为现在你嫖娼一个美女 可能也就几千块钱一次 每年给大把官员的钱 那你自然是要获得好处的 只是因为之前大环境比较好 黑社会的性质 大概都是通过什么承建工程啊 可以说是搭一个顺风车 但未来大环境不好 可能就要变成收保护费的性质了 形成法律之外的二次税收 第四点呢 科举 科举其实是古代呢 平民唯一上升成为官员的一个途径 在未来呢 公员的录取竞生呢 可能要重新回到靠关系靠钱的制度上 买官卖官将成为常态 有时候中国传统的逻辑 或者说传统的电视剧啊 影视作品呢 他会说 一个皇帝的青年与否决定了 当朝的一个青年程度 但其实并不是 今朝后期因为营价的问题 财政已经崩溃了 你来多少的皇帝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 就是上面所述的 你至少要把继承官员的收入提升100倍 才有可能维持住不贪腐的一个底线 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更何况现在来看 习近平他不是一个好皇帝 所以中央在经济不行的时候 获取地方这种各种贪腐行为 如果再放在地方呢 也是一样的 在这种制度下呢 其实清官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中国喜欢强调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形象 比如说你遇到一个海瑞 遇到一个包今天 问题就解决了 往往是没有办法而为之的行为 当基层的钱都发不出去了 你一个海瑞上任怎么办呢 你怎么让底层官员去服从你呢 你难道能让100个不拿钱的公务员 去替你干活吗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其实习近平对于他来说也是 自从他决定走上独裁者这条道路之后呢 中国在他的志下走向拉美化 就已经成了必然的趋势 不论他设想的多好 提倡反腐 提倡不走计划经济 提倡全球化 这些不是说他提倡就能做到的 这些失败是具有必然性的 因为他不能违背自己的人性 他的恐惧根植在他的心中 他也违背不了物理现实带来的运转逻辑 而全中国人都要为他的错误观点买单 当然中国也不是必然会划上拉美化的一个境影 就是上面所说呢 习近平的政权稳定 这个平衡点并不好找 这个平衡呢 除了恐惧和利益的平衡点 还有维持人民和官员对他忠诚的平衡点 因为蛋糕就这么大 你保持官员忠诚 要给官员好处 就要多加税 纵容官员贪腐 这样能获得官员的忠诚 但是你同时会失去人民的忠诚 但是如果你想获得人民的忠诚 你就要加剧反腐 这样就会让官员恐惧 官员失去忠诚 但是考虑到习近平他的一个政权 或者说独裁者政权的一个运转逻辑 忠诚的官员 其实是习近平保证让人民恐惧他的唯一方法 所以要把握好官员的忠诚度 又要防止剥削过狠 人民造反 这个平衡是很难把握的 显然习近平的目前的执政水平 看起来是一塌糊涂的 我觉得在经济进一步下行的情况下 他很难去保持好这个平衡 另外中国人也确实通过白纸革命 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血腥 推翻习近平的独裁政权 是迟早的事情 越早推翻习近平的独裁政权 中国人就越早能迎来美好的生活 希望中国人民不要软弱 官员不要只学会同流合污 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有美好的未来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多伦多方脸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